喂 深圳吧 你好啊 我找第五建筑公司第三大队的 那个陈富贵啊 什么 你不知道 麻烦你找一下好吗 我这是张家口 他父亲病得很重啊 啥 喂 喂 你 这 这 怎么挂了 他说好几千人哪 找不到 打114 打深圳114 我跟你说这老陈吧 我早都让他把他儿子电话号码留下 他就不留 我告诉你 这爷俩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你说打深圳的114啊 我试试 来 来 对对对 快打 慢点 三年 我和儿子 有整整三年没通话吧 三年前 他媳妇生了孩子 让我帮着带 我就过去了 小孙子才半岁 一天了 我带他去超市 把他放在超市的车子上 她说话 有点 我带去哪儿 你带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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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去哪儿 还要和我脱离父子关系 媳妇也病倒了 我独自离开了家 来到了河边 准备自杀 让人救起来了 我再也没连见儿子了 我决定回家 在车站 我见一个老太太 领着一个小孩 那小孩三岁多 他看我一个人 就和我聊了起来 他说 他儿子也在深圳打工 车祸身亡 老头子一病不起 也走了 为了看病 他卖光了家里所有的财产 他求我 问我能不能把家家留下来 他说他实在养活不起他 看着家家 可怜巴巴的 几天都没吃东西了 我说 我只能帮你照顾他几天 我也没钱啊 我身上只有一千来块钱 掏出了全给了他 我在车站待了两天 一直到第三天 他老太太都没来 我知道了 那老太太 可能不是家家的亲奶奶 我碰上了人贩子 家家 他们不要了 后来的事情 你们都知道了 我带着家家回到了张家口 我问家家 你叫啥 他说叫家家 我说你家在哪 你爸爸妈妈是谁 他一概不知道 我心疼呢 我巴望着有个人 在身边陪着我 看着家家 我就好像看见我 三年后的孙子 我想 这可能是老天爷安排的 让家家来照顾我 就把家家留了下来 慢慢地 我也习惯了 就把家家 当成我自己的亲孙子 有时候 我也想 我的孙子 也是被 像老太太那样的人贩子 包走的呀 是啊 你有没有想过 家家的父母 他们会怎么想 我想 我丢了孙子有多痛苦 家家的父母 也一定有多痛苦啊 是啊 你自己经历过 丢孩子的痛苦 你的儿子 儿媳妇有多伤心 你自己知道 你自己差点 因为这件事情去死 可是当你遇到家家呢 你什么都忘了吗 你忘了家家的父母 有多痛苦 他的爷爷奶奶 有多伤心 这个时候 你应该去帮助家家 找当地的寻亲组织 或者是一些民政部门 帮助他找到自己的父母 找到自己的亲人呢 你想想看 真因为有你这样 买孩子的人 才会有那种 卖孩子的人贩子啊 我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你就是太自私了 你自己丢了孩子 你就去买一个孩子 你的家庭毁了 你就再毁另外一个家庭 你把你自己的安慰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你说说 你跟这些人贩子 有什么区别 是 我最该晚死啊 爷爷 我最该晚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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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别输了 你也别输了 这处 我是太自责 太像孙子了 没有多想 现在 我明白了 我有多难过 家家的父母 一定有多难过呀 我想 有一天 我的儿子 能找回孙子来 家家的父母 又何尚不想呢 我老了 我老了 瘫痪了 走不通 想帮家家 找回她的亲生父母的愿望 也办不了了 我求求你们 求求你帮帮我 帮帮家家 爹 我不离开你 帮她找回她的亲生父母 好让他们一家人团圆 好让家家 有一个家呀 求求你们了 大叔 好 爹 爹 家家 别过来啊 照顾好家家啊 等我安定好陈大爷 我就回来啊 走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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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现在 在张家口人民医院呢 不是我 我没事 我挺好的 就是那陈大爷 陈大爷病危 好 要快啊 就这样 哪一位是陈德宝的家属 我是他的邻居 他的儿子在外地 委托我们来照顾他 病人各个脏器 都出现衰竭症状 能不能挺过去 就看这24小时以内的变化 希望你们能委托我们 来做急救 谁来签下字 我签 我签 来 我 我签 喂 是我 什么 家家不见了 对 对 对 你看 你看 大概一个小时了吧 他会不会是跑回家了 你赶紧上陈大爷家看看 他在不在啊 我看了 刚才我就过去看了 那门是锁着的呀 钥匙在我手里 他进不去嘛 要不这样吧 我现在回去 你别着急啊 找张家有紧 我在这儿守着 你去吧 行 那陈大爷这边就麻烦你了啊 行 我走了 我走了 好 咋备啊 大姐 他不会是去医院了吧 不会 这儿的医院五十多里地呢 行 那我去找找 我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的 昨天大爷过世了 已经安躁 哦 那孩子呢 啊 那个佳佳 他不是大爷的亲孙子 是大爷买来的 好 我赶紧过来 哎 乔伟 你先别过来 怎么了 那个 那个孩子丢了 乔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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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st 诶 我头一次见你姐 对另外一个孩子这么伤心 家家的信息有反馈了吗 还没呢 上回删得太快了 好多人都没看着 老婆 你在哪儿呢 我在网吧忙呢 待会儿回家买点奶粉啊 我单位加班得晚点回去 不是 我也加班 领导又给你布置任务了吧 回家 行 我说啊 小乐子 晚上回家给本工啊捏捏脚 捏脚 不用 康小乐 你好 你不认得我了啊 认识 你不就是那个 什么事都得立字句的大才子畅想吗 这是我哥们儿黑子 您好 您好 你们要走 我有点事 你是来特意找我的吗 你说呢 有话就直说吧 我现在可是脱家带口的人 时间非常宝贵 干吗呀 刚开学 正好有空 来看看你 来 我给你带了个礼物 这是我暑假去西藏 特意给你买的 看不出来啊 外揉内纲 见面就送我一把刀 什么意思啊信物是吧 行 谢谢啊 你吃饭了吗 还没有 那这么着吧 你跟我一块回家 我请你吃 行不行 我不去啊 你不去啊 行 那我们走了啊 你走吧 走 再见 再见 对了 你怎么想起来 送我一把刀啊 我喜欢刀 喜欢 喜欢从没有个理由吧 冷静 锋利 不动声色 听我怎么那么像个刺客呢 你读完研究书以后 还打算读博士吗 就算是吧 什么叫就算是 说话别老拐人摸脚子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应该是 是不是 是 那你这读完博士以后 不会告诉我 又想读个博士后 或者出个留学什么的吧 我打算读博士后 或出个留学 行 我终于明白了 还真有这么一种人啊 就是读书就读不厌 读不烦 读一辈子也没关系 我就不行 见书我就晕 那你这个 不会除了读书以外 什么都不会干吗 真的 我除了读书 什么都不会 行 我买点东西 等会儿我啊 来 妈 哎 妈妈 哎 哎 哎 这是我一朋友叫畅响 这是我妈 伯母您好 哎 您好 坐吧坐吧 好像啊 没见过吧 刚认识的 人家可是那个 交大的博士 哎呦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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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去吧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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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吧认识的 不是 我是康姐的租户 租过康姐的房子 啊 就说嘛 我说在小乐他们这网吧 也认识不了像你这么有出息的孩子 家是外地的 啊 我父母在外地 我到唐城来读书 啊 我就希望我们小乐呀 认识你这样的好孩子 你以后多帮帮他 哎 我们这小乐啊 就值得玩 也不说好好坐下来 读读书求上进呢 妈 我怎么不上进了 你就是没人家李澜上进 您就是才失利 我怎么失利了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 妈 我是后悔了 从小没好好地管好你 哎 这小孩子读书啊 就像这个中上弦 哎 要从一开始就要把那弦上紧上好 这样走起来才带劲才欢式 才能走一辈子 妈您饶了我吧 就我这样还走一辈子 我这弦早就崩断了 行了您赶紧做饭吧 我们都饿了 畅想也得咱家吃 您多弄几个菜 你先坐啊 哎 来 怎么着特同情我吧 看我这么一个彪悍型的奶爸 是不是觉得挺别扭的 我在想当爸爸的感觉如何 当爸爸 哎 你可以想象一下啊 一只驮着风筝的乌龟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又轻又重 又像飞又像爬 飞的是自豪啊 爬的可是责任啊 烦吗 爬的时候真烦 想不想 索性把它扔掉 想啊 一扔 是吧 一了百了 哎呀 你可不知道 就这小家伙 现在把我折磨的是 吃不好睡不好 婆婆妈妈 换尿布 喂奶瓶 洗衣服做饭 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哎 最近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你知道为什么男人18岁就能当兵 但是结婚非得22岁吗 为什么 因为女人比敌人还难对付 看孩子比打仗还难 哈哈哈哈 看样子 每个父母对孩子都有嫌弃之心啊 看来 生孩子 是可以理解的 啊 不是 你想什么呢你 你先坐着啊 坐呀 坐呀 坐吧 刚才你们说话 我都听到了 哎呀 真不知道你打小 你父母是怎么带的你 把你带得这么好 哎呀 这我们家小乐 说话做事没个正形 你别信他的啊 要我说呀 这带孩子肯定会受累 而且呢也会有抱怨 可是啊 再苦吧 他苦中有乐 看着孩子这一天天的长大 当父母这心里头甜呢 这个 比起对孩子的爱 哎 受点苦 这算什么呀 是吧 你呀是没孩子 等你有了孩子 你就什么全知道了 啊 啊 啊 大爷我想问一下 十七号楼一单元三零一在哪啊 哦 你是找那丢孩子的教授家是吧 对对对就是他们家 知道 您认识他呀 认识认识 就那儿 哦好就那栋楼啊 谢谢 哎 哎 嗯 这么着 这是居委会发的两袋洗涤灵 您帮我带上去 这也不要了 也白不要了 带上去给他啊 哦 好的 谢谢啊 你们也是找孩子的 啊 啊 对是找孩子的 哎 这些人贩子 要我说 就该千刀万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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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了啊 啊 我来看看你们 请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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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兰 玉兰 你看看谁来了 人家大老远来看咱们来了 啊 玉兰 哎 哎 哎 玉兰 瞧 她是润冲姐来了 嗯 玉兰 你别着急 我们一定会把孩子找回来的 嗯 哎 哎 哈哈哈 上次在贵州啊 接到你的电话就开始兴奋 半夜半夜睡不着 后来听说那个孩子是爷爷的亲孙子 一下就垮了 好不容易回到家 昨天接到你爱人电话又精神起来 一大早就要起来收拾东西 没想到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都怪我不好 我陪爷爷去医院了 孩子 在街坊家里 后来跑了 不会是让人放的偷走了吧 不像 像是孩子自己跑的 我们已经跟当地的派出所报案了 而且把所有的街坊邻居都给发动起来了 也跟当地的福利院打了招呼 哎 对了 我这儿有孩子的照片 你看看吧 好 带我来 像吗 你觉得像你们家家家吗 瘦了 也黑了 疼了这么长 那个爷爷说 孩子一捡回来 就只知道自己叫佳佳 我儿子叫乔梦佳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生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五日 在唐城大白火上场走失 当时身高七十五公分 头顶有两个血儿 圆脸 大眼睛 双眼皮 一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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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能给他看看吗 好 我来 一蓝 一蓝 你看看 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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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是家家 她现在有点激动 那你看 你能确定吗 可是不同的生活环境 很可能会让孩子改变相貌 孩子是什么口音 孩子不太爱说话 我只听他说过几句话 说的是普通话 但一点张家口口音 因为孩子他们住在那儿啊 孩子的爷爷跟我说 一捡回这孩子 这孩子就不知道 自己的爸爸妈妈是谁 只知道自己叫佳佳 捡回来他的时候 大概是四岁的样子 是个夏天 在深圳火车站 深圳火车站 那么远 你不是说内地的人贩子 有可能把孩子 卖到沿海地区吗 那倒是 姐姐 姐姐 妈妈 姐姐 妈妈 妈 妈 真是不好意思啊 你看你来了没招待你 这还要让你买东西 哎呀 你客气什么呀 我这不是顺路 带着饺子馅和饺子皮来了 关键是我自己想吃了 哎 你们家是你在外面跑 你爱人在家 对呀 这样好 像我们这样 两个人都跳进水里 也不是办法 现在想起来呀 当初那份工作 还是应该留下来 还是要有经济基础 现在想什么都晚了 我听说 你跟你爱人 把房子卖了 工作也辞了 对 那 你们的生活来源呢 卖房子还剩了点 我还帮几本民宿杂志写出来 这都是朋友介绍的活 每个月能有点收入 我原来出门都是坐飞机 现在连坐火车都觉得奢侈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玉兰 她的病就是心里会憋出来的 丈夫把孩子弄丢了 这换成是别的女人心里有怨气 能伤心能发泄能大吵一架 可是她不行 她全都憋在心里 又舍不得埋怨我 这就憋出病来了 找孩子也不是短时间的事 这一切要从长期 千万千万的 这两个人要有分工 这两个人里面一定要有 一个人有稳定的收入 这样你们遇见困难的时候 那才能有退路和依靠 嗯 乔伟 上次在商南 我也没有跟你细说 我和启明有个想法 想做一个寻子联盟 在这段时间奔波的过程中 我发现很多孩子想找父母 还有很多父母 在找自己的孩子 你看咱们上次 在商南那次 不是看见了很多 打拐货救的孩子吗 还有这次的家家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信息 都汇总到一个平台上 大家有什么消息 都可以发布在这上面 资源共享 那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 发现有用的线索 这样还可以加快 我们找孩子的步伐 这是个好主意啊 就说这次吧 要不是你们 我哪知道还有个家家呀 可是 做寻子联盟需要人手啊 还要有网络平台 这日常的维护 也要投入很大的精力 这个咱们可以想办法 我弟弟就是做网管的 他对网络非常熟悉 我想我们再找一些志愿者 年轻人 再多想一些办法吧 老师 麻烦问一下 电机系的研究生宿舍在哪儿啊 电机系 研究生通常都在那边那个楼上 你到楼下传达室 问一下就知道了 好的 你们是学生家长 来看孩子的吧 是 我儿子畅想 今年刚考的研究生 就能到那边问一下就行了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啊 这是畅想的房间 这电脑我认识过 还拿使的老师不是说了吗 五号楼三一一五房间 就是畅想的房间 对对对 哎呀 你看 你看 咱们改他买的西洋参 他也不吃 你说这孩子 哎呦 你看这 这辈子他也不别 哎 他爸 你说 咱们没打招呼就来了 他会不会生气啊 咱们就说 旅游去了 顺路经过这来看看他 那可不行 旅游 那咱们怎么别的地方不去 单到这儿来啊 那就说 去新疆 那也不行 上次 我说去杭州 他就不高兴了 结果咱们玩得无精打采的 这个孩子心太细了 咱们要是说一点谎 他都能感觉得到 怎么着 咱们还真要去新疆啊 那得花多少钱呢 那干脆就跟他说 我们专门看他来了 他最烦咱们老跟着他了 他才开学几天 咱们就跟过来了 他肯定烦死咱们了 我们是他的父母 追他又怎么了 要是亲生了那也罢了 咱们这家庭不是特殊吗 我跟你说了多回了 让你别再提这事 你 我说你啊 你就是不自信 咱们俩从小一拔石一拔尿 把它拉扯大 这都十几年了 那就是块铁 也早就午热了呀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儿子 快坐 我来 坐 爸 快坐 来 妈 您住这 走 你们怎么也没打个招呼啊 你爸爸最近啊 总是咳嗽 我在报纸上看到 你们这儿啊 有一个老中医 所以我想带你爸 到这儿来看看病 爸 你怎么咳嗽了 还有哪儿不舒服 没事 就是有的时候啊 胸口有点闷 我们到这儿来也不认识别人 所以就笨你这儿来了 你 你看看 你们学校周边 有没有好一点的医院 你们不是从报上看到一个老中医了吗 举这点他不就行了 哎呀 哎呀 你妈的意思啊 那就是 多找几家医院看看 我 货比三家 哦 那倒也是 哎 妈 您歇着我收拾吧 就是 你别动 那畅想最不喜欢别人啊 动他的书桌了 嘿嘿嘿 爸 妈 呃 你们来了真好 哎 咱们去吃饭吧 我请你们吃麻辣香锅好不好 啊 好 好啊 那你们等我一下 我去隔壁室友那把餐卡借的用一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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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呀 妈 爸 咱们走吧 哎 爸 我来我来我来 哎 哎 老小姐 你还要买什么 够多了 爸 我给妈买碗梨汤 嗯 这孩子买这么多 这得花多少钱 妈 您的梨汤 哎 爸 您的西红柿鸡蛋汤 哎 那你不喝啊 哦 我喝可乐 可乐喝多了会发胖的 哎 我就是想胖点 胖点才好 嗯 儿子 你们吃的这个食堂啊 真不错 嗯 嗯 来 来 爸 吃吧 你给我吃点 好嘞 好嘞 哎 妈 这是干烧鱼 自己来 爸 您尝尝麻辣香锅 嗯嗯嗯 好吃 你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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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太贵了吧 是啊 您就别说贵不贵的事了 我这不是刚领完奖学金吗 以后啊 你们那生活费都不用给我了 妈 您看看这个背啊床舒不舒服 挺好的 你还是回去学习吧 别因为我们俩来了耽误你学习 明天你也不用陪着我们了 我们自个儿出去转转就行了 爸不去看病了 是看完病以后 我们再出去转转 妈 我陪你们去看病吧 路过手 不用了 不用 您挺忙的 学习要紧啊 好吧 那咱们说好啊 晚饭咱们一块儿吃 爸 我发现这父亲看牛肉汤味儿特别好 真的啊 那 咱去尝量 你看你爸 你说牛肉俩字呗嘴都喝不拢了 小子 爸 妈 那你们好好休息 我回去了 好好休息吧 好好休息 你认识 你和崊子们说是谁 一定会一定会不会吧 我给他送一个医生 一定要收拾一下 您的医生 你和我女儿 那没想到 您的医生 他会担心 她过来 什么医生 你和我家 我说你们俩怎么都变得神经兮兮呢 别说 你看 看看 这什么 这什么呀 他一定在这个世界上 他活得好好的 我也相信他现在肯定也懂得了寻找家 我相信他在自己琐碎的那些记忆中 应该留有那些片段 你一定要记着那些 不要忘了我们 我在想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突然能想我们 你记不记得生日那天 老太给你买了一辆车 你才起了一回 你才起了一回 你就不在了 我这一辈子我是不会放弃的 我这次就会不会放弃的 我这次就会发生日课